246 《大公報》,將軍澳警分區各自新格東九建總部遭反對派否決拖累 2015年7月4日港民A13警務署決定各自將軍澳分區新格成為警區的計劃 理由是立法會年初否決興建警方東九龍總區總部大樓 令現時於將軍澳警署辦公的東九龍總區人員無法遷出 警方表示將軍澳分區會繼續加強人手 今年將增加60個新職位,並開設新警區單位 據了解,將軍澳區近年內同黨問題較數年前大為改善 警方內部評估現有警力站足夠維持區內治安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反對派逢警必反 妄顧將軍澳40萬居民的願望 大公報記者陳卓康籌備三年胎死腹中 泛民議員佔多數的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 年初否決警方興建東九龍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大樓 攝29.6億元撥款申請 連累警方籌備三年為將軍澳分區新格警區的計劃 胎死腹中 警方東九龍總區近日向西貢區議會提交的簡報指出 不能於2015年新格市由於總區人員延遲全面進駐張軍澳警署 人手不足成立警區架構 為專責執行張軍澳分區警務 警方會加強現有張軍澳分區單位人手 並開設新警區單位 警方發言人表示 興建警務處東九龍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的計劃 自政府於去年6月提交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審議後 最終在今年1月9日的會議上遭否決 現時東九龍總區的行政部及行動部 仍在將軍務警署運作 東九龍總區總部工程開展無期 有關員工將不能再可見將來遷出將軍務警署 警方仍在考慮整個員工搬遷及張軍澳分區升格完成的時間表 亦會與保安局就工程撥款申請商討其他可行方案 發言人稱 為設合該區的警務需求 會繼續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增加人手調配至張軍澳分區 據編制數字 張軍澳分區現時有314名警務人員 包括於13至14年度為準備升格而開設的39個職位 並以於15至16年度開設60個警務人員職位 包括本來於14至15年度開設的10個職位 以及50個新設職位 預算15至16年度的編制為395人 較上個年度增加35% 根據警方數字 張軍澳刑事罪案證逐年減少 去年有2470宗 較前年2788宗減少11.4% 而就數年前區內同黨試約問題 消息人士透露 張軍澳區的青少年罪行以由2011年295宗 大幅減少超過一半至去年97宗 犯罪被捕的21歲以下青少年 由4年前超過400人敵至去年134人 幹反罪行主要涉及漢道涉及糾鬥 消息認為 罪案數字顯著下跌顯示區內治安大為改善 增加警力的迫切性較數年前舒緩 有信心現有分區人手足以應付 就算升格不成 治安都不會突然變差 市民不用擔心 升格落空居民憤怒不過 立法會議員葛珮凡認為 張軍澳區有多達40萬人口 有需要自成警區增加警力維持治安 不應繼續隸屬於觀塘警區 但反對派在立法會對警方有關議案一律反對 令居民爭取多年升格警區的願望落空 不少街坊向他表示十分憤怒 他又質疑議員范國威所述的新民主同盟鬼打鬼 政黨在西貢區議會支持升格警區 范國威卻在立法會投反對票否決興建東九龍總部